音樂 以下就是我們必須準備的材料喔 首先把數據粉、辣椒粉和韓式辣醬加入雞腿肉中 抓均勻黏制一小時 入鍋倒入油 把紅蘿蔔和洋蔥炒香 然後加入大蔥和包菜 再加入雞腿肉和泡菜 然後翻炒均勻 放入辣椒粉、數據粉和一匙的韓式辣醬 加入200ml清水 蓋上蓋燜煮五分鐘 放入大紅椒和大蔥 最後放入起司 蓋上蓋燜煮至起司融化 起司融化後就能上桌啦 那超好吃的韓式起司蠟炒雞就完成啦 來試吃一口吧 嗯 也太好吃了吧 那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囉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分享喔 那我們下集見吧 掰掰 或者到這裡結束了 你要剛才訂閱 按讚 按讚 訂閱 分享 按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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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按讚